篮下 我的一位 好球 哎呦 这个球怎么不扣啊 这两个了 篮下 这上丢了可是不应该啊 一进一出 平均 复合 再加速 对抗的强度 去给浙江队造成更多的防守麻烦 反而这个浙江队的前场篮板抢得更好一些 冲心 还是在丢换篮板球 挺向 好球 两分有效 打击的情况下还能把球打进 身体非常好 而且失去平衡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两个球员你自己有交代 这个年龄太小了 我估计CB历史上也很少有一支这么年轻的球队啊 是 好球 外线 广州队外线三分开 对 但是问题就是现在广州三分已经开了 这么次 节奏不好 哎 两个人抢在一起了 这方你没防守没回来啊 减两分 哎 惊艳 这球 这要被吹为体了 确实是年轻球员在场上的 球真快啊 是得交学费 对 一直在场上也需要他这种高大的球员 不能过多放过夜 浙江队还指着他 吹成拔带 对啊 但也没有办法 刚才那个球也快到时间了 好球 孔位三分 漂亮 这个广州这边就是 还是 打得比较 你看 就是打得 看着近了 打得比较简单一些 我的意思 潘斯布罗面对郑大宇啊 显得有点怂啊 对 福阁啊 福阁这个抢断真快 太漂亮 回防很快啊 福阁这个掏球是真厉害 判断了 孔伯今天两次三分不中啊 所以现在有意放他这个三分 哎 郑大宇 哎 关要位了 没看球 没有做好接球的思想准备 好球 再被打进 感觉啊 有点累 对 我福阁真厉害 但是 确实在人间的轮段上 还是有点问题 我福阁 一下到八分就了他就 这个变向三分出手 这是个人能力啊 力道七分啊 你看现在也没有什么战术 就是个人能力了啊 到反规次数 关键时刻啊 又是索尼维姆斯 福阁 双方外援真是对标上了啊 你来我往 好不热闹 再给福阁 内线也不打 打出来 很像 又穿了 又吹了张大宇的犯规 福阁打球很聪明啊 真给他那么大聪力 还是 还是假的啊 嘿 福阁又一个抢断 对 今天至少第四个了 四哥 一起来 年龄啊 经验啊 都可能都是要 不占优势的啊 四哥 正面突 漂亮 好球 注意进攻时间 哇 哇 双方今天这个小外援啊 都是拿出自己最佳状态 福阁 呛头 哎 去缠绕福阁 运一下 再来三分 我的天呐 凯尔夫格呀 哎 刚操完他 拼得很不错 对 这个时候他最重要的是不失误 压时间 好 六哥 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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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么四 摆脱 运一下 后仰 强行出手 没有了 应该是加持 变向 福阁 已经防得很好了 可以 帮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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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本来就少 不怕你投不进 怕你不敢投 一分钟钻过去 球领人 漂亮 这应该算尽了 先碰篮板 国内球还没有大万元的依赖 反而会这种超发挥的 但是你毕竟还是能力上差一些 就是你还是单万元 对方是三万元 这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造了犯规 总得分 哎 哎 哎 采放也是迅速将双方全分开 有火气 他觉得 他觉得这个球 这个 肢体语言过多了 这个时候啊 不要节摆生智 对 我觉得这个球已经领下了 他就不要说太多话 凭着自己的一己之力 那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126比121 广众军男蓝 在客场通过加实赛 艰难的战胜了 这枪售银行 好